嘿!朋友,我是戰神Recipe 今天我的無網路世界 已經過了,也就是過了無網路世界第三節,也就是 The Last 我覺得要真相大白跟你們講 為什麼要做這個無網路世界這個content 其實我的原因是這樣子 因為有一個人影響到我 當然不是算名,也不是什麼的 他算是我的朋友啦 但是他這個人怎麼講 我不會公開名字了,你放心,我很穩定的 其實我為什麼要做這個無朗儒世界勒 它導致我浪費時間 害我在3月之後啊,沒有什麼感到我的影片 害我緩慢的樣子 我弄到我所有觀眾失望 而且呢,害到我這些,全部我這些內容啊,很少人看 因為我最近一直導致我心情剪輪影片啊 好像感覺不是我樣子 我要服從它的圖案啊 害到我影響到我剪輯啊 全部是,就感覺不像我自己剪 我自己剪我的影片 而是剪別人的影片啊 整個影片,就是我整個剪輯的過程 我雖然是幫他很多次了 但是他一直,他很像怎麼講 他要為了完美啊 真的弄到我整個人心情很地重 還有我導致了迷失之路的方向 導致我真的個人想法 還有我影響到我的想法啦 真的 最主要是我剪輯,看什麼內容 一定要快樂,追求最重要 而他為了這樣子 你為了,他為了就是 為了完美 做錯,錯一點點 他就要跟我幹 那真的導致我浪費時間 導致我的訂閱員又沒有上升 真的弄到我,怎麼講 你滴落 當然啦,我沒有這樣放棄了 雖然 我做這個烏龍世界是為了我自己 找回那個原本自己 我上一次找洛奇還記得嗎 我叫做 不記得 按下去 是因為 羅奇是要為了幫我 那個都市傳說 那個,然後他一直蠻想找我的潛意識 看你能不能幫助我 結果是沒有 但是 非常還是感謝他 謝謝洛奇 謝謝你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雖然你盡力了 但是我還是要謝謝你 雖然我的IG 沒有超過100 也沒有人打QA 我也是不會怪你了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但是 在我IG亂亂講話 講什麼東西 我一定 不告你 不過呢 我給你們看 你們在我IG follow我IG 還特地留言寫 太長了 你們自己去看 在我IG 記得follow啊 或者是 我這個照片會 給你們看 你們慢慢看嘛 真的很長 你們按Pass就可以了 其實照理來講 他為了我 他幫我傳話傳話 真的是 非常非常感謝 我的幾個朋友 一定要互動 所以我叫洛奇幫我互動 但是 你最好 不要亂亂什麼 寫什麼事情 我跟你講 要是你害我什麼 那麼告白 跟你講照你算 你就誰敢 你激動 好啦 所以我導致整個星期 一直做無網路世界 所以我想要 找回自己 其實呢 洛奇他這個人比較好 他又看我的Facebook 雖然他偷看我的影子 但是好過嘴邊沒有咯 他也是我 終極 無敵 好的朋友 所以他有跟我講一件事情 你去看你的Facebook 其實你的Facebook啊 都是你的日記 其實你不要做什麼 無網路世界 太傻了 其實你留下你的Facebook 其實有一個日記 才讓你有影響 這樣子你才做好自己 就是找回你自己的以前的部分啊 但是叻 他告訴我說 其實在你以前啊 2013開始你開Facebook 雖然我中學是沒有開 還沒有開始開啦 他跟我講 2013到2016 其實我有奮戰 這很好 其實呢 他講的對 不過還有一個部分啊 很多一直跟我提醒 有一個啊 照片就是這樣 要是你放棄了 比賽就一切結束了 如果你現在還沒有放棄 你還來得及 但是櫻木花道啊 他在那邊啊 讓我回想起我的以前部分 再加上還有一個照片 很有趣的 你的工作不順利 還是女朋友要分手啊 還是你的比賽要結束 你時間還沒有到 一切還沒有結束 你還是獨一無二 你追得上了 雖然 我的訂閱太低了 但是我有點追得上 因為 我是個 門 壞 真的 幹嘛選櫻木花道啊 真的 在我大學啊 還有中學 其實我有分戰了不少這個故事 其實這個Facebook 其實就是我全部日記 整個日記都是我的 以前自己要分戰 其實感覺 蠻好笑啊 好像感覺 我的人 已經是回來了啦 找一個很特別的句子 害我想起這個死 不是阿雅那個死 我可以沒有做 可是我不能沒有PS 真的好死哦 珍珠是一個回憶 記憶就是一個寶石 最有 印象就是 有留下痕跡 就是美好的人生的冒險 這才是真正的寶藏 哇 嗯 這個華語很深奧 你們可以用這個詞啊 拿去給老師看 幫你一百萬你的話語 欸 你不要用這個超級啊 我這是 亂亂編啊 你們不要亂來 好啦 我們快點抓緊時間吧 黃金可是一個 所以呢 其實在我的Facebook啊 真的有時候亂寫 有時候post什麼鬼 我就不知道 其實最重要的是 有留下你的 痕跡是最重要的 讓你相會起你的 以前的過去 現在你的過去 你有很好的印象 不管你有黑歷史 都好 還是好的印象 其實都還是你自己 不管你是過去 現在未來都好 你還是你自己 就算你改變你一點點 還是你自己 不要改變很多 你就是感覺 好像別一個人的感覺 我想要讓我自己 變回從前的自己 不管現在 過去還是未來都好 都永遠 就是你自己 你永遠都是獨一無二的人 最主要是 你要不好 你要很好生活 這是最主要 有痛傷都有啊 真的是有 印象的美好的回憶 所以它是不要 讓未來的道路 更加複雜 未來的道路 永遠在前面 一定要 往前走 不要為了 未來自己 辜負 你要過去自己 曾經吃過苦頭 但是 它還有你的 記憶的冒險 在你的身上 我怎麼 最近一直都是寫屍啊 這是屍 完美的 深奧的屍啊 感覺真的很深奧 我怎麼感覺很像 那個終極一番那個 王亞瑟 講 Shakespeare 說 的話 這麼深奧 應該是我過去的我 拿回來了 我回來了 我終於回來了 我回來了 不要再猜 再猜我真的是 中版權問題 不過還有一個很重要 不過還是要謝謝我一位 他是我朋友 是State 嗯 算是我敵人 他有一句話跟我說 就像你 失敗滿有什麼用 其實 要你開竅是最重要 對 其實我這位 抬頭啊 又幫我上忙 他有 對我說幾句話 不過還是要謝謝他 他以前 我以前那時候 考試要失敗 他有對我說 這不是 運氣不好 問題 是關於你 有沒有努力過 讀參考書 是可以 考試是不能 100%跟 這處 的說 老師教書 教到終點 多數都是出 看你有沒有 留心聽 而且 上課 晚上找不到 是正常說 一定 有upday 或者是maintain的說法 因為那時候 我開始要 要放棄之後啊 我失敗了 就不關心我一下 其實 我非常謝謝他 這樣就講出來 這個事情啊 我才了解 但我當然是一個 好朋友樣子 他幫好我不上忙 所以我的感想就是 其實你要 其實你要敢面對 雖然你要 感覺好像 感覺 怎麼講 就是 好像變人的樣子 但是 我覺得做好自己 是最酷的 原本的自己 是最酷 你origin的自己 才是真正的 你的主要 重點 就算你感一點還沒有關係 如果你感到很多 真的感覺不像你自己 其實 在從前你 就是很好的 感覺 他對你有印象 其實呢 照理來講 最好是寫一個日記 或者是留下你的照片 這樣你會回想你的回憶 這樣你會有印象 其實咯 我在我恐慌的時候 應該寫下這個日記都好 還是是開Facebook 因為真的是讓你留下你的 所有回憶的日記 他就是你的 所有一切 你就想回你的 從前你到底是什麼人 或者是什麼 真正的 性格樣子 這才是你的 原本的人 就是你原本的自己 才是你的內心的 酷 所以我們要寶貴我們自己 其實我們最值得 好啦 我的五王世界 第三集 Ending了 So 我回覆正常我的一切 然後 我會再繼續拍新的系列 好啦 影片到尾尾了 如果你超級無敵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LIFE Share給我看 如果你是新來的觀眾的話 請記得按Subscribe button 如果你是看到訂閱的話 請記得按下去這個訂閱 如果你是錯過還是忘記了 不要緊 有一個 門鈴你按下去就可以了 它會發送 你們全部第一的 放心 這五個按鈕不會咬你 如果他真的有用 你是你跟我講 我帶他去做五王世界 給他知道這個感覺 沒有啦開玩笑吧 好啦 等待我們新影片 拜拜 對對對 我忘記跟你們講 其實我的當喵 就是 是我朋友幫我設計 就是 我另外一個朋友 其實我之前當喵是 很爛很爛的 過後我的朋友幫我做這個當喵 他特定好心幫我 知道我要謝謝他 好 然後就是 我不能講他是誰 但是我認識他是在 Red People學院 認識的 你們不知道 請看 playback 我有上過 我是戰神Restway 就是我啦 好啦 拜拜 拜拜